名模林志玲昨天晚上在香港出席代言活动 她说今年的工作重点是要拍两部电影 至于大家每次都会问她的有关结婚啊感情的问题 她说暂时没有任何的计划 不过林志玲也说了句富有哲理的话 她说嫁豪门不如嫁豪门 林志玲曾坐名贵敞逢车进场 出席她代言手表的产品发表会 她之前在意大利跟好莱坞明星凯特温斯雷等 拍摄了犹如电影的广告 现场也延续着这一丝的浪漫 每到过年媒体总爱讨论七零的人生大事 她说今年的重点会拍两部电影 结婚的事谢谢大家关心 所以我不想大家会不会听凡听女儿 那怎么说呢 我觉得很多的关心吧 然后也会让自己说好 要积极地想一下未来 最近港星梁洛斯跟富豪李哲凯分手 林志玲也被问到屡心嫁入豪门的事 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是追求所谓豪门 应该是要追求豪门 那能不能够好好相处一辈子 是每个人都在学习的课程吧 除了当演员之外 七零最近也当起导演 拍摄了防癌的纪录片 将于3月1号首播 相视中世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